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善明念佛或如是宜 不念佛照如是筍 故述己意 唯从念佛 今处先以顿根字量也 从这个上是指续文前面的两大段 说明念佛的功德里 尤其是我们在最近两三年看到 念佛往生的瑞相 非常稀有 像前年 这都是我在讲堂 跟诸位提过了好几次 前年 香港佛教图书馆 有一个老同修 看经的时候 欲知识知 一个月之前通知常怀法师 告诉常怀法师他要走了 没有生病 当天走的那一天 常怀法师派人去取藏金 去取回藏金 老居士正在看见 还把这个人祸取得 没错 我叫你今天来来回藏金 但是没叫你现在了 那么这个人就回去了 过了两天再拿了 老人往生了 就问他家里人 什么时候往生的 你走了以后两个小时 坐着那里往生的 所以常怀法师现在念佛了 就是因为清眼看到这个四 那么最近我们在洛杉矶 看到的这个十居四 也是一个欲知识知 无疾而终的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往生 事先告诉家人 太往生西方世界 这夜往生西方世界 这些经上讲得很好 纵然是下平下身 也欲言正三不退 这句话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轻地看过 所以这个法门就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法门就不可思议 单单讲正三不退 那是什么地位呢 语言叫得粗诸菩萨 别叫得粗地菩萨 才正三不退 但是不语言 没语言 语言是圆满 那么什么人是圆满的正得三不退呢 给诸位说等就不上 所以一看这个句子 这个正不可思议 下平下身 语言正三不退 那么换句话说 下平下身的人在西方极乐世界 等于等就不上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个叫难信之法了 什么人能够相信 所以这个法门自古以来 连经论上佛自己都说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这个是难信 释迦牟尼佛在本经 以释放祝福也都给他做证明 这个法是难信之法 虽然难信呢 可是很容易成就 用明言寿大使告诉我们 万修万人去 那么修学的条件 就是三字两 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你要信 第二个你要啃 你愿意 你愿意 你要法愿 第三个你要念佛 持明 幸运 持明 这个叫三字两 这三个条件 我们要想得在娑婆世界苦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地位 你有多大的财富 穷人有穷人的苦 穷人有穷人的苦 富人有富人的苦 做了过王 他也不自在 他还有他的苦 到天上就做了天王了 还有阿修罗找他麻烦 要跟他打仗 天王都不自在啊 佛告诉我们 三界痛苦 只要在三界里面 找不到一个路 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 所以廉慈大使苦口破心 再次劝勉我们 教诫我们 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 而不念佛 这个损失太大太大 无比的损失 这个话对谁说的呢 是对修学齐托法门人说的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他不念佛 去学齐托法门 齐托法门 说个老实话 不能成就 学不成的 末法时期要想成就 只有这个法门 那么这是廉慈大使 要读解这部经 做这个苏抄 他的用意就是如此 提倡念佛法门 推崇也就是提倡的意思 那么在这一端 首先呢 首先呢 他是以 顿根自量 如果这是根性很利益的人 修这个法门 我们一定会想 他的根性力 他的善根深厚 他说我们不如他 那大概我没份 他实现一个顿根呢 我这个根性也很顿 他行大概我也有份 给我们莫大的努力 这个待业往生 祖是给我们说的 现在 有人呢 在这些昌说 不准待业 只可以消业往生 不准待业 这种说法呢 就是要把祖司这个讲法推翻 那么他说的能不能成立呢 我跟主说不能成立 虽然呢 他们也费了不少精神呢 想把这个祖司的理论推翻 花了不少功夫去查经查论 这个经论上都没有 待业往生这个句子 消业有 能找到消业 没找到待业 于是会反对 苏司所讲的待业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要问呢 《建徒建论》里面 是不是有讲 《司徒三贝九品》 这个有 一切经里面 诸位能看得心情怎么破碎的 如果要不待业 那来的《司徒三贝九品》 没有了 不待业 再给主说 不要瓦身了 瓦身干什么 不待业的只有一个人啊 谁啊 佛 佛不待业 等着菩萨都待业 这一切大乘经论说得清清楚楚 等着菩萨还待业凭身相无明 他还待业 身相无明就是业嘛 你们看看为时 无明业相 等着菩萨就待着了 由此可知 待业往生之说 绝对是可理的 我们不要被谣言 我们不要被谣言 搅乱了自己的清净信心 这一点很重要 凡是往生西方世界的 没有一个是不待业的 只可以说他待的多是待的少 待的多的是凡身同居图 待的少的是十报庄严图 待的多的是下平下生 待的少的是上平上生 没有一个是不待业的 那么讲消业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他消的多就待的少嘛 他消的少就待的多嘛 消一点是待一点嘛 待一点消一点嘛 所以讲待讲消都讲得通 只准消不准待 只待不准消通通错了 好 全都错了 所以我们读经面面去观察了 然后才能看到圆满 看到圆满的理 圆满的意思 那么这首先我们看到大师 自己以为自己是顿根 很迟顿的 自量 那么这自量 这两个字 引语里都有注解 注得很好 注得很好 好 我们可以翻开来看看 在七十二面 下策七十二面 第六号 这是注下面 自量二字极佳 神之所以成圣 神之所以成圣 神之所以欲行也 神之所以能成圣 神之所以能更行晦 就是他自己自量 自己衡量衡量自己 为什么说这两个字用得最好呢 大多数学佛的人 学习讨的法门 都是不自量力 没有能力 这个学禅 偏偏就学禅 没有能力学迷 偏偏学迷 所以有人问我 这个密法到底好不好 那当然好 那怎么不好呢 太好了 密宗里面讲啊 寄身成佛 这个话是真的吗 真的 的确是寄身成佛 这个话说的不假 好 那我也马上就学 学了就寄身成佛了 那你就是大错 他错了 这个我可以从个比喻上来说 比如我们到台大去参观 那个台大的波斯班 你就看看你们学生 他暑假就毕业了 就拿到波斯学位了 你说那是真的吗 真的 他再过几个月 波斯学位就拿到了 那你一听说 这不错啊 我也赶快进去 我再过两个月 我波斯学位也拿到了 行不行呢 人家波斯班前面 还有硕士班 还有大学 中学 小学 幼稚园 还有那么长的一段路 他已经走到头了 你前头没有看到 你只看到这个后半头 密宗就是如此 密宗寄生成佛 密宗有什么资格才能够学呢 八地菩萨 所以你自己要亮一亮 你是不是八地菩萨 八地是不动地 八地菩萨才有资格学密 那么他上面的位子 九地 十地 等觉 他当然起身成佛吧 那上面只有三个位子了 四十一个阶级 他上面只有三个阶级 既进圆满了 我们自己什么地位 不但连粗地的资格 莫有啊 说老实话 连粗心都不够格 你哪有能力学密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正是一个好的密宗上司 你要跟他学密 他会不会你赶到门外 你不够资格 那个大学里 研究所波斯班里 你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你想到那里上科 想去拿波斯学位 你得赶走啊 门口都不准你站点 好的上司一定是如此 如果要有上司说 没关系 我这里是波斯班 马上可以授波斯学位 没念过幼稚园也不要紧 到我这来 我的学位就可以办给你了 你们想想 这个学位办给你啊 有没有用处 教育机构不承认的 你比如说 幼稚园小朋友毕业 也给他带个帽子 像个小波斯的样子 他说 那教育部能承认吗 不承认啊 那是游戏啊 所以你一定要自量 所以真正自量的人 他学什么 他一定老实念佛 他笑的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还是这个法门可靠 这个法门说 我们先前这个资格 这个程度 写 只要具足幸运行 这三个条件 决定成功 这一部经 最主要的 就是要讨讨 就是要讨论心愿心 就是要讨论心愿心 怎么样才叫心 要如何发愿 如何来念这句佛号 这是本经要讨讨论的 这是本经要讨论的 下面这个柱子呢 都是解释 他自己的谦虚的话 上一次已经说过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念念就行了 末法 生之不识 生在末法的时期 也就是讲 生不逢识 没有能够生在如来的正法时期 没能见到佛 没能见到佛 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要太邪气 还有许多人不如我们 我们毕竟还生在佛的末法时期 没能够见到佛 佛的形象还在 没有听到佛的教训 佛的经典还流传在世界 没有听到佛的教训 我们面对经典 就如同佛给我们说法一样 这是不信中的大行 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珍惜的 如果这一次我们把这个因缘丧失掉了 你说来生我再遇到这个因缘 不容易 相当相当不容易 世间这乱 必然是加深的 如果想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的臣仆 给诸位说做不到 你要不相信你看历史 古今中外的历史 古今中外的历史 你去看 所以这个世界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乱 历史 历史不如历史 我们要是打个妄想 今生不成就 还有来生 那个来生就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界去 这个时节太长太长了 这么长的时节当中 那你要吃尽了苦头 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闻到佛法 所以开经济上讲 我们闻到佛法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这一生遇到了 你要想到你有多大的佛报 你才能够遇到 遇到 这是你殊身的因缘 换一句话 是你成佛的机会 这个成佛就是往生 往生就是成佛 你这一生能够保住 那你这一生成佛 你要是不善于运用 把这个机会空过了 那真可惜 实实在在的可惜 那么由此可知 虽然生之不识 虽然生之不识 还是很新鲜 那么柱子里面讲 不生正相 正法与相法 去生时有 这个生是知佛 我们居立佛 这个年代久远了 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 依我们中国人记载的这个年代 今年是三千零十二年 这距离是相当之远了 相反呢 则报之不善 报是果报 我们今天是 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呢 反复 不但是反复 而且是下等的反复 我们这是下等的反复 我们这是下等的反复 上等的反复是谁呢 上等的反复是天人 四界天 五色界天 这是反复里头最上等 大凡天 这是反复最上等 人间的 正如同柱子里讲的 非圣仙应急 是夜夕也凡复 我们不是 古佛菩萨再来的 我再告诉周围 凡是哪一个说什么佛菩萨再来的 都是假话 都是骗人的 你们万万不可以相信 为什么呢 这个话在佛法里都不学说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交代后来的词 这个底词 不准泄露身份 只有一种情形之下可以泄露身份 一泄露马上就走 绝对不住在这个世界 这个可以 这样行 露了身份还住在世间 妖艳获众 因为我听说现在有很多 有个法师居士 他常常自己宣布 叫他的学生在外面宣布 他是什么佛再来的 一天到晚招摇过世 这是欺骗人 欺骗世间愚昧的众生 凡是信他的 那都是迷惑电脑 他是愚痴的人 在过去 永明 延寿大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过往 也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为了要求福 他就打一个千僧斋 就是供养一千个出家人 千僧斋 过往做斋主 有这样的供众求福 这个里面一定有圣行僧 来应供 他这个佛报就很大了 就很大了 那么 这个打斋的时候 当然这个位置也有上座 我们中国人都是很注重礼节的 在离一之邦 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人不讲离了 一点礼貌都没有了 从前很有礼貌 这个上位 大家都很谦虚 都是互相的退让 在退让 每个人都很客气 不肯做 这个外面 刚刚这个时候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出家人 其貌不一样 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 看到大家都在让让的时候 他老人家往上面就是一桌 坐在了个最上位 过往看到了 心里很难过 但是也不好讲 因为都是出家人了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过去没见过 那么他有个特别的 他耳朵很大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大耳朵火上 只有这个称呼他 这个打斋完了之后 过往就问永明严寿大使 他说我今天的供斋啊 有没有圣人来应供 那个永明严寿大使说 有 他说什么人呢 就是那个大耳朵的火上啊 哦他是他了 他是什么人啊 这个永明大使就说了 燃灯古佛再来 这下听说他是燃灯古佛 这还得了啊 马上就派人去追踪 就派人去追踪 就到处问人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火上从哪里走的 那么当然也有人还注意看到 追得很远 在这个山野里面 他住在这个山洞里头 找到了 身份曝露了 大家晓得他是燃灯古佛啊 好 那过往派去的人呢 恭恭敬敬到那磕头就离琴 请他到宫廷里面去应供 他也看得出来 他说了一句话 弥陀饶石 阿弥陀佛了 乱说话 饶石 把身份泄露了 他一句话说了 他就冤极了 走了 走了没法事 或者走了死了 没法事了 再一想 弥陀饶石 永命严寿大师 原来是莫弥陀佛 赶紧回去 回去报告 不要紧 这个佛已经缘起了 那个佛还在 那个佛还在 这就回到宫廷里面去 去报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过王 说燃灯故佛 缘吉了 但是阿弥陀佛在 这个过王也很高兴了 听说永明原来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正在这高兴啊 外面来报告的人的时候 来的 跑得太快了 跟过王撞了一跤 说过王说 什么事情啊 来报告说说 永明严寿大师原吉了 对吧 身份一路啊 就走了 绝对不再住室 所以诸位想 中国古时候像这种例子很多啊 没有说是普露身份之后还住室的 没有 像弥勒菩萨 他老人家那个时候 这个世纪的时候 在临走的时候 他是自己说出来 他是弥勒菩萨 就是不带火上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像是胖胖的笑咪咪的 他是宋朝时候人 在历史上跟我们这个很有名的岳飞同时代 他是浙江奉化人 我们宗宠的这个故乡 因为南宋的首都在杭州 他是出现在风华 他自己走的时候 告诉大家 他是弥勒菩萨 所以以后我们造弥勒菩萨的像 就造他的像 所以这个常识 一定要知道 他 录了身份 录了身份 决定没有理由 在读世界 我们应光发丝 是大师智菩萨在来的 他这个身份之菩路 诸位在永思录里面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皈依地址记载的 那个时候 是一个女孩子 她好像是念初中 从来没有接触佛教 他忽然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到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很熟悉 那个样子 穿的白衣服 很慈祥的样子 这个事 他知道 就是不信佛教的人 也晓得有个观音菩萨 他梦到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告诉他 大师智菩萨现在正在上海洪法 他是住在上海 他说你应当去亲近他 他不是住在上海 离上海不太远 好像是苏州无锡一带地方 不太远 就叫他去亲近这个大师智菩萨 他说大师菩萨 我又不认识 他到底是哪一个啊 观音菩萨告诉他 叫应光法斯 就是大师智菩萨 所以他到第二天醒来之后 他觉得很奇怪 也很他闷 就问他家里人 家里人都不知道 也不晓得佛教有一个大师智菩萨 更不知道有个应光法斯 那么到最后问到他家有个亲戚是念佛的 他知道有个大师师菩萨 但是不晓得有应光法斯 于是他就打听 打听了很久的时候有人告诉他 这个这个菩萨山呢 有一个法斯 叫应光 没错 没错 现在是被这些菩萨们 请到上海啊 来弘法 于是一家人很高兴 去拜见老和尚 见老和尚 把这个梦中这个事情也说 老和尚狠狠地骂了他 叫他从此以后 不准说 不准对任何一个人说 胡说八道 而且观音菩萨告诉他 他说大师智菩萨这个 注释只有四年 所以他被应光法斯和尺一顿之后 不敢讲 四年呢 果然应光大师往生了 往生之后 他才把这一段事情啊 把它写出来 于是后大家才晓得 啊 应光大师是大师之菩萨再来的 哪有自己标榜 是什么福 是什么菩萨再来的 凡是说这种花 都是妖魔鬼怪 决定不能够听信 那么这是讲到 神仙印疾 这个是在我们中国非常非常之多 各位看这个高僧传 神僧传里面 祝福菩萨在中国历代 以出家人的身份 以在家人的身份 实现在这个世界很多很多 我们现在有没有呢 当然有 愈是众生有苦难的时候 佛菩萨应现愈多 但是你决定不认识 你决定不认识 他也决定不会曝露身份 录了身份 那会立刻就走 绝对不可能曝露身份 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 夜系凡夫 的确 我们是被夜缠服住 夜是什么呢 善我夜 善夜里面 生贪爱 被贪爱所缠服 我夜里面 生成慧 被成慧所缠服 换一句话说 尽色闻身 你生烦恼 喜怒哀怒 其情无欲 是烦恼 你生烦恼 你被夜所欲服 你不得自在 这是烦恶 夜系烦恶 所以这是我们的 古报不善 佛祖交给我们 放下万缘 放下什么 就是放下夜系苦 使自己 在生活里面 无论出圣经 或者是出逆境 时时刻刻 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 所以身心清净 就是在一切法里面 不去分别 不去知足 也不要打妄想 为什么 这些 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古人教给我们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说的那些话 废话 没有意义 多念佛 多念佛 主要知道 念佛就是小夜障 为什么 你起心动念 打妄想就是夜障 你一天到晚 讲废话是夜障 我通通念佛了 念佛你不打妄想 也不说废话了 你的夜障 岁不就消除了吧 所以我们天天讲求消灾 用什么方式 念佛就是最好的消灾方法 最好的消灾障的方法 你要会用啊 这是讲这个果报 如果我们真的会用 会觉悟了 我们今天的果报 还是相当殊胜 不是不殊胜 相当殊胜 你要不会用啊 那你的果报就不慎了 可见的这个 慎与不慎呢 也在我们 热迷之间 这是一念的区别 是见之不广 是穷咒 穷咒则见之不广 不生中华佛国 千知多显广起文件也 这些 佛法里面 讲到这个僧地 就是我们出生的这个地区 最殊胜的是什么呢 是有佛法弘扬的地区 你很容易啊 接触得到佛法 这个是殊胜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今天 地地缺缺 不如 李延车砸死那个时代 为什么呢 那个时代 弘扬正法的人 还是多 虽然多 能清净的机会不多 为什么 距离太远了 主要是现在交通方便了 那个时候要听经 他走路去啊 哪一个寺院在讲经 这个寺院距离我们有十里二十里 往远 往远走一趟 差不多花五六个钟点 五六个钟点 五六个钟点要走路 所以就很难去听一次经 不想现在开个车 坐车就到了 没那么方便 虽然在 虽然在菩萨戒经里面讲 受了菩萨戒 四十里之内 有法师讲经 你要不去听 就散戒了 你的拥护道场 四十里 那个时候是走路 走路 现在人很少走路 你们不晓得 我在做学生时代 还行过军 我们行军的 徒步走路 一般这个速度 一个小时巴黎 一个小时走巴黎路 四十里 各位想想 要走几个钟点 要走五个小时 从早晨 天夜亮 走五个小时到那去 天一作经 再回来 又五个小时 真真不容易 你哪有那么多空闲 你还不要工作 你以为工作 你就没法做 就是四十里的距离 你一天可以来回 这个地方有讲经 你也能去听 一天不能来回了 那你不去 可以 现在四十里算什么 四十里华里 不是公里 四十里就是二十公里 你坐上车的时候 现在二十公里 你坐上车的时候 二十分钟就到了 所以现代人 在这一方面 佛报比古人大 但是讲经的因缘 不及故人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时代 就像愣耶稣说的 邪思说法 如横祸沙了 你邪于正 不能便利 这个太难太难了 我们好心学道 要跟到一个邪思 那不是约我吗 所以这一点呢 的确不如从前 从前在帝王的时代 这个讲经 不是随便可以讲的 印经 不是随便可以印的 你想印一步经 流通一步经 要政府批准 不批准 不能随便流通这个文字 所以从前经典 都是皇帝办法的 纵然做这个注节 先要送个皇帝看 皇帝哪有时间看呢 他找那些法师 大德居士 找专家去看 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好 下个圣职 这可以流通了 大家才可以看 如果不是经过国家颁布的 决定禁止流通 那么讲经说法 或者是法师 或者是居司 也要经过朝廷 或者是地方官吏 所认可的 才行啊 现在是民主自由 你喜欢硬什么就硬什么 没人干涉你 所以是 现代 确确实实 不止 魔高一丈 祷告一尺 不止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最困难 最给我们困惑的 就是这一段事情 我们要想避免这个困惑 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读古书 古书 有历史的正义 证明考验 他流传 几百年 如果不是真正好的东西 他流传不下来 这几百年当中 早就被淘汰掉了 他还没被淘汰 还能够留存在今天 一定有的相当的价值 所以我们读古书 古书难不难读呢 我前面都跟主人说 古 报答 只要你有耐心的 下上两三年功识 古文 文言文 你就能够念得到 尤其在现代 我们学习 纵然没有老师 也可以自修 古语日报 发行的古经文学 里面收了不少好的古文 读音 读节 都非常详细 自己确确实实 可以自修 如果要全心全力在经典上 也不难 你只要肯 费点功夫 去查字典 去查词典 这个意思不难懂 都要晓得 佛经里面的文字 比古文要浅得多 是当时最前行人的文字 因为佛法要求的 是普遍流通 所以他不用了 那个精神的这个词句 怕一般人看不到 所以佛法在翻译的时候 就考虑到 就想到要大众化 要普遍化 所以佛经的文字 在现代文学里面称之后 叫变文 变体文 也就换句话 是当时的白话 当时最容易理解的文字 所以他很容易懂 有许多念佛的一些老太佛 他不认识字 他能念经 他懂得经的意思 你给他一篇古文 他看不懂 他能看得懂佛经 他看不懂文章 道理就在此地 那么这是讲到经验文 学佛 确确实实 是要讲求不学多文 这在理论上讲 没错 在诗上讲 有他的分层 这个我们不能不想得 现在世间 做学问的方法 像胡适枝 他就有个比喻 我一学呢 就好像金字塔 金字塔 下面广大 他有个顶尖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做学问 要不学多文 要专精一样 要专精一样 这个是世间法 佛法 佛法呢 那要拿金字塔来做比喻 要把那个金字塔倒过来 佛法是先专后博 不像现在 现在是先博 你看你们在学校念书 有几十种科目 你们都要学 越是念到高的学服呢 学的东西越专 到大学到研究所 那就变成专 就好像那个金字塔 走到那个顶端 这个是世间学术 确实有这么个样子 佛法不然 佛法呢 我们的古人常用树做比喻 他先求什么 求根 求根 本叫做主干 然后再从这个主干上 生枝叶化果 越来越广播 所以佛门修学 跟世间法呢 他这个方法正好相反 先转 转弓业门 这业门里面呢 成就了 然后才可以不学多文 所以不学多文 不是初学人讲的 谁修佛修多文的 菩萨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 《善财通子》 不是三餐 那是佛修多文 可是你要记得 他的根本 是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 奠定的基础 在文殊菩萨会下 成就了 成就根本之 到外面去参学 是求厚得志 厚得志 就是不学多文 根本志 专攻一门 那么我们要问 文殊菩萨 教给善财通子 是什么法文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诸位 就是告诉他 念阿弥陀佛这个法文 我不骗你们 是真的 怎么晓得呢 《华严经》上也没有这个记载 你们也查经 《华严经》也查不到 没有 那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这是从经典里面看的 我这个判断 也对正确 为什么呢 文殊菩萨自己是个念阿弥陀佛的 这个《华严经》上有的 他是求生西方净土的 他教他的徒弟 尤其是最得意的徒弟 那一定是跟他学同样法文的 我是根据这个判断的 所以我想 善财通子一定是修念佛法文 这是我从文殊菩萨自己修学的来判断 那么再看那个经典去向 善财通子第一个遇到的善知识 就是他出去参访的时候 是德云比丘 德云比丘教给他念佛 末后一个善知识是普贤菩萨 是十八愿望到贵极乐 所以你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去看 文殊菩萨教个善财通子 一定是念阿弥陀佛 没错 这是我们从极相里面能够看得出来的 其次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那就是我们进土宗第四代的祖师 法照禅师 我们图书馆里有印的这个念佛谱 这个册子是去年我从香港带回来的 这个念佛谱的序文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这个无惠心身念佛的方法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法照禅师传下来的 他原来是修禅的 禅宗里面大车大武 他老人家了 就是在五泰山遇到文殊菩萨 那个时候他住在恒州 就是现在的恒山 湖南恒山这个地区 他造成了是竹 那个时候出家人用着用菠 用着菠成的竹 他有一天的时候忽然之间 看到这个菠鱼里面呢 现的境界 像那个电视野我们看电视野一幕一样 看到没有看到五泰山 就是波里里面低头一看波 这个波里现的是五泰山 而且在波里面看到的是清清楚楚 文殊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 有一万多菩萨围绕 那个庙的门口的招牌都看得很清楚 叫大圣诸灵丝 这个路怎么走 于是乎他就发心了去朝五台 去朝五泰山 那么到五泰山呢 因为他原先看过有这个印象 所以他有个路径很熟 他就找到了大圣诸灵丝 那么在那里听了一次经 听文殊菩萨前经 讲完之后 他就请教文殊菩萨 末法时期 众生根性都很烈 烦恼很重 修什么法门才能成就 文殊菩萨就教给他念佛 宣他修念佛法门 那么他就问他念什么佛 他就叫他念阿弥陀佛 而且教给他怎么个念法 这就是无慧心声 这是文殊菩萨传给法照 法照传下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念佛菩 是无慧心声念佛菩 这个前面的时候 续文写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知道 文殊菩萨传法照 是念阿弥陀佛 他传给善才 必定也是念阿弥陀佛 那么善才同子念到一心不乱了 这才有资格出去参访 念一心不乱了 好像这个树有根有本了 这才枝叶化果展开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佛门里面 这个修学的程序跟世间不一样 所以中国佛教列代人才被除 哪一代都有不少人才 到今天的时候佛教没有人才 人才凋零了 没有人才了 为什么原因呢 是不遵守固有的方法 你看现在办佛教院 办佛教院什么呢 跟世间这个 这个学校啊 相类似 也是开几十个科目 前多少个老师 就跟造金字塔一样 先先拨拨拨拨到后头没有了 台湾自光复以来 办多少佛教院 到处都办佛教院 佛教院里出不了人才出来 方法错无了啊 我学佛在台中跟李老师生年 李老师所用教学的方法 是用古老的方法 他对于学生 一个学生只能学一部经 你要是发心学两部经 他不教你 他不教 他说你没有能力 所以每一个学生只能学一部经 他老人家这个教学 看法做法跟别人的完全不相同 我们在民国四十七年四十八年 这个两年之间 实际上他办学就是两年 那两年训练了二十几个学生 我们过过成就 比佛教院成就大得太多了 我们只是受过老师那两年的训练 我们一共有二十个个人 现在这二十多个人 在台湾过的地方都在讲经说法 方法重要 如果得法 真的人才被出马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讲经呢 给诸位说每一个人都有资格 你别侵蚀了你自己 我那个时候到台 刚刚到台中 听说讲经心里害怕了 讲经我怎么可以啊 我那时候学佛从来就没有做梦啊 将来向讲经 不是这个事情太难了 我一定不行 不敢哪 哪敢起这个念头啊 结果李老师那时候正好开班 叫讲经 他那个我到台中去 他那个班开学才一个月 才一个月 而且那个班上课 一个星期上一次课 那我换句话说 我才踏了四次 我是第五次课 参加这个班 一到那个班上一看呢 我的信心就具足了 这不难我也行 为什么呢 看看班上同学的年龄 十分之七都比我大 都大很多 再看看学历啊 不如我 我的学历是初中毕业 那不如我的 诸位就可想啊 他们小学毕业的 还有小学没有毕业的 那不如我 高中的比我学历好的 大概只有三四个 你看李老师教这批人 年龄呢 最大的是林堪志 那个时候六十岁 六十岁小学毕业 我一看这个信心十足 这些人是我比他们强多了 我在那里受了两年学年 我一出家就讲经 教佛学院 我没有在佛学院做过学生 我一出家就是佛学院老师 我今天在讲台上讲了二十七年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成就啊 那么我以佛法 我在大学里都正式开阔教了五年 我在国外听经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是佛师学位 所以诸位自己要努力 只要得法 我又不成就 只要得法就成就 这一段事情要有恒心 要有毅力 要不怕障碍 不怕障碍 当然最初讲一定讲不好吧 一定有人批评吧 你可别泄气 这个人他讲经讲的不行 你要更发心 就因为不行我才要上台讲 我要行了我就不讲了 要这样才行啊 你才能成功啊 不行嘛 就上台来练习嘛 行了 行了架子就摆大了 不讲了 那你客头坐一来请 我还未必肯跟你讲了 就是因为不行 所以才讲 所以一切的障碍啊 你都拦不住你 你就成功了 你们注意一下 你们的年龄 你们的学历 比我们那个班高出太多太多了 所以你们发心呢 将来的成就一定在我们这一辈子上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定要肯发心 那么台中的特色 就是学生在什么地方学呢 在讲台上学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讲台上学的 不是在讲台下面学的 是在讲台上面学的 每一个学生都要上讲台 所以台中它有两个讲台是专门训练学生的 台中联系 女众训练女众的 034是训练男众的 星期天 男众讲经在034 星期六的晚上女众讲经在佛教联系 听的人也有七八十到一百多人 那些人真是功德无量啊 真是功德无量 没有那些人来捧场 我们也舍不成了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 来听 我们每一个星期要出去讲一次 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所以讲经的时候哭啊 至少一个星期你讲一次经 三天晚上睡不着觉 不知道怎么办好 吃饭呢不晓得味道啊 不知道味道 全部精神呢都用在经典上 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所以佛学院的学生出不了 不能出来啊 为什么他没吃过这个苦头啊 那个时候我们讲经 李老师教的一点些讲稿 读也知道 一个半小时 你要是把它记录下来 一万五千字 那么你一个星期要写一万五千字的讲稿 那个讲稿还要修改几遍 还要去预先练习一两遍 才能上台去表演 你想想苦不苦啊 而一部经要连续讲几个礼拜 人都讲瘦了 可是这个苦头吃的很有价值 一部讲下来之后苦头吃了 法师充满 再讲第二部呢 神力气多了 他有经验了 越来就越讲得好 一定要上台 一定要写讲口 要有充分的预备 这样才能成功 不肯吃苦 怕吃苦头 那没法子 那不会成就的 那么这个世界啊 就是这个这个广学 都一定要懂得 学佛跟学世间学书不一样 拿世间学书的方法太多了 学佛决定失败 说万学则智之不深 万学就是初学后学智慧不深 非为奇思许得 久修道恨智慧深远也 奇是有了年岁了 这个字大概是在左传上讲吧 六十岁以上就可以成奇了 老人了 我今年六十岁了 可以成这个词了 但是一般在习惯上来讲呢 通常都是七十岁才成奇 可是在古人的时候 地车有六十岁就可以成奇了 习惯上是七十岁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年高得望 要这样才行 久修道恨智慧深远 我不是这样的人 无论在年龄、德行、道业上 都比不上别人 这也是大肆的欠诗 大肆的欠诗 四切未能 狂福之理 四是什么呢 念佛 我这句佛一听到完阿弥陀佛 还没念得好 狂狂 净土甚深之理 那我怎么能明了呢 明所以不足取信于人也 我自己很明白 我说的话 人家未必肯相信 未必肯相信 这就是说明自己是万事 这些话 我们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 都是廉耻大肆自己谦虚的话 真正的谦虚 酥皮之 自知浅烈 溃疲空谈 所谓持起隐 而过其行业 自己晓得自己更新潜力 所以也不愿意谈学说妙 不愿意谈这些高深的理论 为什么呢 说出来自己做不到 说出来自己做不到 一言过其行 不愿意谈 这个叫空谈 下面有个比喻 画柄可知 画柄不能冲击 夜时天 似欲而非欲 这些都是比喻 这些都是比喻 也是石头 它不是鱼 但这个石头是比较好的石头 看起来好像是鱼 其实不是鱼 底下有个小故事 这些是鱼 古虎者 西语 古人善别宝者也 这个古就是做买卖的人 我们今天讲珠宝商 这个珠宝商人呢 他是货 他能够辨别 这个宝石是真的 是假的 他能辨别 我们普通人不能辨别 把假的当作真的 可是遇到这个时候的人 他晓得 没有法子欺骗他的 所以这些珠宝商人 他是善别这些宝石 底下呢 就说明这个小故事 西 西语讲过去 有得厌食者 捡到一块石头 自为余锦 这个余锦是美玉的名称 他以为他得到一块玉了 得到一块美玉了 教寻俗母 既得众寿 他希望能卖到好的价钱 卖到高价钱 这个很傲慢 炫耀俗人 俗人是不识货的 不识货的人 他可以对他炫耀 说一世故乎 曰食也 大餐而返 碰到那个施货的时候 不是宝石啊 是石头啊 不是玉啊 石头啊 这个自己非常惭愧了 这个比喻里面所喊的意思很深 这个我在此地不必多说 诸位可以多想想 美玉比作正法 验食比作邪法 外道啊 外道是佛门里面的外道 门内外 环游就是说 父佛外道 打着佛的招牌 干的是外道 所以 我们这边同修也要注意到 每一位同修心里都要明了 有很多人常常送这些书送到我们这边来的 我们不要随便把它摆出来 要仔细审查一下 是不是一些外道 是不是一些外道的 或者看到的那是 金刚金朱节 仙金朱节 看的经文 没错是金 再一看朱节呢 胡说八道 妖言何重 这个害人啊 所以像这些书 我们要是遇到了 收到了 赶紧把它烧掉 千万不要说 哎呦这个烧了可怕有罪啊 没罪 烧掉有功德 为什么呢 不害人 可以烧掉的 所以对于这些书籍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的深重 还有这些宣传的一些什么杂志啊 小报纸啊 我们也特别留意 妖魔鬼怪 都是用这些东西到处去送 到处在那里宣传 东西是似是而非 你不识货的人看到 这个不错啊 很好啊 其实不然 其实这个就是弊端败出 我们不可以不谨慎 那么底下这个 比喻 一夕见到 仿佛不真 明言人情 看作一笑啊 但是从前呢 是如此 现在不然 现在这种态度 而且我们的的的确确 缺乏 会议 很难辨别 有许多人 我在美国还遇到一个同修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同修介绍 来给我的 他说他在台湾 也是学佛 结果是 佛教里头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人 他很相信的了 常常叫他去拜拜了 出功德了 又问他借钱呢 搞什么会议啊 结果是被人家骗了的时候 一百多万 上了个大当 到了美国看到我的时候 听听我们讲这个 跟他以前听的完全不一样 他才小的上了大当 我想像他这种遭遇的人 不止他一个 绝对不止他一个 所以一件事 什么叫做邪 什么叫做真 我们要辨别清楚 绝不能拿石头当作欲 不可以把假的佛法 当作正法 主要问什么是正法 这一部弥陀金俗潮 是真正的正法 你守住这个 依照这个理论来修学 决定不错 好 我今天就讲到实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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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